1994年4月26号同样是华航 编号B1816的空中巴士A300型客机 搭载了256名乘客以及15名的机组员 从桃园的中正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日本的名古屋机场 却不幸在降落的时候坠毁了 这起发生在1994年的华航名古屋空难 是台湾航空史上伤亡最严重的空难 这起空难造成264人死亡 7人幸运生还 其中有两位台湾人 我是领队 所以我是带团的 那一团19位客人 连同我一共是20个人 坐在12排的J 空中巴士的舱等 它没有first class 它只有商务舱跟经济舱 那12J是经济舱的第一排 那天我的记忆是晴空万里的 因为它是下午的班机 那飞机即将着陆 我从窗口可以看到小木机场点点的那个灯光 当时是晚上了 晚上了 我也有看到 这是我比较大的记忆 后续的记忆就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 忽然之间认读而卖通了 然后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忽然之间一下子整个有意思 但是其实整个过程我都是清醒的 包括空难 灼地 然后智慧队来救援 但是一直到我回到台湾 这10天 我是没有记忆的 这个喝酒的人叫做断片 我所谓的断片是说 我没有记忆 但是我是清醒的 这也我只能说我觉得 可能是人身体里面这种 因为那种冲击太大了 对 它的反应就是把这一段机完全磨杀掉 我问当时的情况 他说当时就是看到你有意思 然后你还从你的衣服里面 把护照掏出来 我想那应该是我没有错 因为这是一个反射动作 对 看到有人应该就是要办手续了 所以会把护照拿出来 是这样 那会清醒 然后会对答如流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 别人的问题到脑子里面 会在脑子里面去思考一下 回答出来 我是觉得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反射 听到就马上会回答 跟类似小孩子一样 幸存的七个人里面 三个小孩子 他们的妈妈都是菲律宾人 然后四个大人 我还有另一位朱仙 还有一个日本人 蛮年轻的 比我还年轻 还有一个也是菲律宾的女孩子 那菲律宾女孩子 我觉得她是注定要悲惨一个辈子 因为她是脊椎一摔断 哇 朱仙我也曾经去看过 她也是高雄人 稍微有聊一下 后来我去智慧队的时候 我有看到她那个现场 当然可能已经就完全集中在一起了 但是那整个肌体是完全自理破碎的 当时你的伤势其实很严重的吗 两条腿断掉 然后还有后背有三度的烧伤 所以我现在右脚脚底是平板脚 左腿是大腿髋关节的部分 连接骨盆 对 这边就是大手术 然后还有钢钉 对 其实真正痛是皮肤的痛 哦 烧伤对不对 对对 其实骨头什么的麻醉以后 钢钉打在里面 然后呢 麻醉腿 没感觉的 不痛的 哦 对 反而是皮肤上的直皮 因为三度烧伤就烧到真皮层了 是 一定必须直皮 嗯 那是痛彻心肥的 那在调查了这个后续的飞安报告 因为有去找到这个黑盒子嘛 那一切的起源呢 就指向的是副驾驶误触了这个重飞的模式 一开始是这个机长 他的年支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他就可能是用一种类似训练的口问 在跟这个副驾驶这个谈话 他就说那等一下可能会让你好好的飞 你就我就不会干扰你等等之类的 就会稍微会可能让副驾驶有一点点紧张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会认为说 哇这个机长可能还是在教我 或是怎么样 或者是说这位副机长 他想要好好的做一个表现等等之类的 他们的飞行时数 其实对于这个机长来讲并不算太长 可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飞行间 尤其是正驾驶应该是足够的啦 应该足够 所以他可能就是一个前辈 一个学长的身份 在跟这个副驾驶讲 那他等到快要接近机场的时候 他们其实一开始都非常非常正常 精确性进行场 IRS的Landing的System 来做一个下滑 那他就请这个副驾驶做首飞 首飞是解除了自动驾驶 就是我们自己来操控这架飞机 由飞行员操控这架飞机 假设你是自动驾驶的时候 我们只要去按一些按钮 那我不用去操纵这个飞行的control column 这个操控的这个盘子 我们叫盘 那飞机就会自己去飞 我们想要他飞的知识 那他在飞行过程当中 蛮接近地面的时候 他不小心误触了这个toga 我们叫做Airbus可能叫go lever 意思就是说 当你压到这个钮的时候 或你勾到这个钮的时候 他这个飞机整个的飞行模式 会呈现一个重飞的状态 当你要降落在一个机场的时候 任何原因 包含你的仪器有问题 或者你的目视 跑道看不到了 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状况 我们都可能会执行重飞 那重飞就是 其实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它也是一个SOP的一个项目 其实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常常会做的事情 而且也训练了很多 那他按了这个toga之后 这个飞机就呈现重飞 这会有两个事情发生 第一个他的推力 自动油门的推力会直接往上 当你推力往上的时候 飞机的机头 会呈现一个撬起来的状况 这是空气动力的关系 飞行员就觉得 奇怪 怎么机头会往上 他就尝试要往下推 那他越往下推 这就是Airbus一个保护装置 当你越往下推的时候 那因为你已经是在go run more 就是重飞了more 所以飞机就认为说 奇怪 为什么机头还在往下 他就会把他的水平配平 他这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所讲的水平尾翼 大家看飞机就是大的翅膀在前面 在靠近我们垂直尾翼的后方 有两个伸出来 就叫做水平尾翼 这上面有两个功能 一个叫做升降舵 一个叫做配平面 那配平面的面积 是大于这个升降舵的面积 简单来讲 升降舵就是操控飞机上升下降 那这个配平面就让你去把它配平 理论上来讲 我可以自己把它这个配平面往下 等于说把这个地道抵消 手动调整 可以调整 但是在Airbus的go around more 它是没办法动的 这个时候已经进到go around more的 对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什么警告提示 他们当下好像是不知道 我们在飞行的仪表当中 它会有一个你目前的飞行的mall 旁边会出现你的thross 你的油门的状态 它会出现 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去看它 这个事后诸葛其实都讲得很简单 但是你真的在飞行的时候 万一你有遇到这种比较突发的状况 尤其是近地 我们讲很靠近地面的时候 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候 因为这种情况 我今天必须这样讲 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5000尺 6000尺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因为它太靠近地面了 你知道我们很近地的时候 我们飞行员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当有一些飞机 当它还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把这个tension 配在那个仪表的前方 因为它就在仪表正前方 可能那时候我在看窗外 可能在看这个thross 怎么会这样子 一开始他们都没有发掘 后来机长好像觉得有点不对 他说你已经进入了重飞的mall 就希望它解掉 原先的逻辑是这样 他就希望你赶快离开地面重飞 因为这是重飞的目的 不管你任何原因 那就是它你在重飞 它不需要你被其他东西打断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 碰到那样感觉 你又把重飞mall解掉 搞不好你又往下掉 这是蛮危险 所以空中发是有这样的设计 那其实是有 觉得有办法可以解 那AirPods其实在这个空难之前 就发觉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如果不小心触到 或者它的这个 这个重飞mall的起来之后 它比较难解 万一你是不小心按到 你就会造成混乱 所以他们就设计一个新的电脑 它在电脑里面做了一些调整 只要把你的这个操纵感 往下推达到一定的压力 那这个飞机感觉到你往下推的时候 它的那个go round board就解了 这个机长曾经在受讯的时候 有知道这个东西 那副机长好像是不知道 不管哪一种手机 你要软体更新 它不是强制你的 它告诉你说 有这个软体更新 你要不要按是你的决定 对 同样的它这个service button 它有很多层级 那一次的起来就是recommend 就是建议 它是建议你去更换这个 就是你可以换你也可以不换 不强制 它也没有给你特别的时间 所以我听到的是说 就华王的想法是觉得说 那如果不是强制要换 也不是紧急 等到它进场的时候 比方我们有C check B check A check 或者是说 当这个飞行电脑发生问题的时候 干脆一次把它换掉 顺便把它做 基本上法理上没有错 很不巧他没有做这个更新 可是这位机长在 我记得是在泰国吧 在哪里做的这个 这个Money Giechel 他呢是有更新的 所以他的认知就是说 他只要往前推 加压 加压 他只要往前推 那个go around more就会解掉 可是这又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越往前推 那个飞机还是在go around more 因为它没解掉 它还没更新 所以他就认为说 奇怪 为什么你又要下去 又要把它的水平尾翼的配品 又配到这个 要让机头往上 对 那到最后 它的水平尾翼 调到一个非常高的 就是已经到极高了 极大尺了 落不下去了 因为飞机很高嘛 真的跑到已经在下面了 怎么落得下去 所以他们决定要重飞了 结果一重飞之后 他是把油没有补上去 飞机已经把它的配品 调到最高了 然后这时候你又把 SROS加拿来准备要重飞 所以飞机就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就到了它的临界公角 当你达到一个临界公角的时候 它就开始要失速 它就没有办法再爬升了 那一旦失速 你整架飞机的空气动力就没有了 所以你就开始 没有办法操控这架飞机 就处于失速的状态 所以那架飞机到最后 终究就是再也无法操控了 所以它就开始变成翻轨 然后往下 就直接坠毁了 所以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可能机械操作不熟 然后第二个就是 舱里面的气氛的问题就对了 我后来检讨起来 那时候我们的案例也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就是说 绝大部分还是我们人为 操纵上的一些务师 所以第一个就是CRM 就是说两个驾驶员之间 正机长跟副机长 你到底要怎么调配 比方一开始是不是 就不要让机舱的氛围太紧张 后续在我们整个训练 包含我后来在华航的时候 这个已经大幅大幅的改善了 后来我们几乎就是 甚至我觉得是有点平行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说我们自己 像我来又来讲 我自己在飞车 假如我漏掉什么程序 或忘了什么东西 副机长提醒的 我都会跟他谢谢 因为这本来就是互相提醒 互相cover的一个概念 他忘记什么 我们也会cover他 甚至我们有时候 有四个人飞行的时候 或三个人 后面的也会提醒 在以前可能不太被接受 在过去很久几十年前的文化 或许会说你后面就做好了 对不对 你干嘛来管我 可是后来完全改变了 真的是会互相的做一个cover跟提醒 然后才能够把飞软真的顾好 看了一下最后面的报告 就是在坠毁前 我看大概只有十几 二十秒左右的一个时间而已 从他们已经发现说 副驾驶说还是推不下去 然后跟教官求救 然后正驾驶就说 我来我来 他要接手 但是他接手之后 他还是没办法 他就说他妈的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试图要去操作飞机 然后说会失速 完了 然后副驾驶也提醒他 快退机头 正驾驶还是说 没关系 不要急 他好像是在 跟自己信心喊话一样 最后面我看的是副驾驶一直喊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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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没有速度了 在那个当下 你再推power是没有用 因为飞机是一个 他就没有速度了 我刚讲他的公角也已经超过 power就是油门的意思吗 油门 对推力 他已经就失控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只能说 它是一个几乎无解的状态 我说了 如果当初的高度高一点 或许还有一些时间或高度 或一些空间 因为其实他飞机的飞行原理 它是一个能量的概念 那你能量是高度 高度的差别 所以如果你高度够高 你就有时间再去截取你的能量 就是你的速度 可是你高度那么低 那它几乎是无解 即便如果在5000英尺上面 失速了都还是有救的 其实我们以前在飞行学校 当然大飞机在5000英尺 要看当时的状况 可是我们那时候在飞 所谓的特机飞行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5000英尺做失速 所以都改的回来 那个都改的回来 但是因为那是小飞机 大飞机可能要再高一点 才有机会 失速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失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还有失速警告 那个其实是我们飞行人 最不愿意看 因为我讲了 高度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高空 高高度你都有可能解出来 可是在低高度 你几乎就是很难了 后来他其实 你说机长一直在喊说 慢慢来不要急不要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因为他还是希望在最后关门 他是不是可以冷静一下 想想看这飞机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是对的 都希望大家可以很冷静 赶快发现问题 可是因为那个真的是太后面了 264条人命 这个死亡的只是一个数字 但是这冰冷数字背后 其实是牵动非常多家庭 也就是更多人 他们家人的喜怒哀乐 悲剧也提醒我们 这个航空安全都是缓缓相扣 不管是软硬体配合技术程序 还涉及到像是最重要人的因素 希望透过这样的讨论 未来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